林白底今年第一場演講 以AI結盟金融科技為主題 林白底指出 目前金融科技發展全球前一二名 分別為美國跟英國 除了大公司 也有很多新創公司出現 提到AI 林白底表示 AI產業裡的中型企業 逐漸被大型企業吃掉 未來去向大型企業做平台 全品 小型企業做銷售 另一個熱門話題區塊鏈 林白底則認為 在雲端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大家對blockchain 結構還滿大 廣達積極朝AI發展 而旗下廣民光電 遭惠普指控違反美國反托拉司法 美國法院最新裁定 廣民對惠普的賠償金提高三倍 達4.39億美元 廣民表示 後續會上訴二選程序 新唐人亞太電視 林秋霞 李晶晶 台灣特別報導